这两天刚爆出了一个大瓜 唐山市工人医院的院长 因为贪污受贿落马了 他叫尚小明 是唐山市医院的院长 被查出涉案金额高达27个亿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是不敢相信 一个市级医院的院长 竟然贪污受贿这么多 27个亿 100元的钞票足足有31吨 现在的贪污腐败 涉及到各行各业 当然医院也不例外 只是没想到能贪这么多 他贪的都是什么钱 都是老百姓看病救命的钱 这样的钱都敢贪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根据统计 唐山市工人医院 在2022年的时候 医院一年的收入 也只有21个亿 没想到院长这么多年 贪污的金额 比医院一年的收入都要多 对于贪污腐败 每天都能看到 有大大小小的苍蝇老虎 不断落马 我们老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了 对这种事也不感到新鲜了 这次让大家震惊的是 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小市级医院的院长 居然能贪污这么多 怪不得我们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 医保价格还年年涨 原来都让这样的一群人 吃尽了腰包了 27个亿 不知道是多少家庭 看病救命的钱 又有多少人 为了看病借的钱 这种黑心院长 简直坏到家了 让人恨得牙根直痒痒 恨不得把他给千刀万剐了 希望我们有关部门 假大力度反腐 清除这种社会蛀虫 建议这个院长必须判死刑 点击关注 下集不迷路哦